佛就簡簡單單跟我們直接介紹的念佛法門 勸我們念佛 講簡單 平凡 主要來說 是可以跟其他法門做一個比較的 這段經文其實就顯示 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不一樣的地方 善吾大師說 我們這個法門就是 所謂的《止方立相》 就是佛告訴我們一個實實在在的六字南 阿彌陀佛 讓我們可以念 跟我們說 一個具體的地方 極樂世界 讓我們可以回去 這就是念佛法門的特色 《止方立相》 一定就是這樣子 具體實在的 不是講一些什麼玄玄妙妙的無相理念 像其他經典 其他法門 就是講這些玄妙的無相理念的 像在《樂年經》 你看 有一次佛問了阿難 他說 阿難啊 你知道我們眾生的真心在哪裡嗎? 就阿難連續說了七個地方 心在裡面 心在外面 心在哪裡等等的 但是全部都被佛否定了 所謂的《七處真心》 就是 在七個地方找我們眾生的真心 但是都不對 所以各位 別的法門就是這樣子的無相理念 它們就是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方向目標 讓我們可以做得到 就是很玄 很難 但是如果我們講到《阿彌陀經》 佛就不這麼講了 佛直接說 西方有極樂世界 有阿彌陀佛 我們看佛就是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西方有極樂世界 有阿彌陀佛 反而念佛法門就是這樣子的清楚明瞭 沒有像其他的佛經 其他的法門 可能學了大半天 你還走不到方向的 所以少爾大師說 念佛法門從來都是這樣子的止方立相 不講什麼 無相無念的 所以現在有些人說什麼無相念佛 念而不念 不念而念 不分別 不執著 理一切念 淨土在這裡 這裡就是淨土 這就搞錯了 這個不是念佛法門的 因為《阿彌陀經》不是這麼講的 《阿彌陀經》你看就是說 西方有極樂世界 有阿彌陀佛 我們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要指使明號 念佛法門 所以它不但不講 不分別 不執著 反而讓我們強烈的要分別執著 就在這麼多法門裡面 就是我們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要指使明號 那這麼多的地方 我們就是要依靠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這麼特別的分別執著 就好像說人家問我們講 我們的家在哪裡 我們告訴他說 我們家在某某一個地段 門牌幾號 那爸爸是誰 我們會說爸爸是某某人 但是 如果今天其他法門講看過放下 講不分別 不執著 就不是這樣了 問說 家在哪裡? 你跟他說 東南西北都是我的家 你爸爸是誰? 路邊的男人都是我的爸爸 所以說 其他法門 不分別 不執著 就是這樣 但是念佛法門就不是啊 你看 念佛法門 就是西方有極樂世界 西途有佛號 阿彌陀 所以各位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到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 不一樣的地方了吧 在理論上 念佛法門跟其他就是不同的 所以 不要看到其他法門講不分別 不執著 講看過放下 十項念佛 無項念佛 就認為那些人很高級 反而認為說 我們這個單單念佛的就很低級了 今天如果說 你把那些道理用在我們念佛法門 就是搞錯方向了 印光大師甚至還說 淨土乃特別法門 其欲乃通土法門 禮則兩義 何則兩害 各位 我們看 印光大師甚至說 你用其他法門的道理來講念佛法門 你害了念佛法門 甚至會迷路 因為不同的法門就有不同的道理 你把它混在一起會搞亂的 所以念佛法門從來都是這樣子的指方立像 就是實實在在的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道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這才是念佛法門的特色 你修那些實相 無相理念 看破放下的 只會離開阿彌陀佛越來越遠而已 不只不棄禮 也不棄機 因為不符合我們眾生的根基 因為我們根本做不到那種 無相理念 看破放下的境界的 是吧 各位 你講不分別 不執著 看破放下 但是我們真的能夠做得到嗎? 不是說學佛要不分別 不執著 連世間的東西你都不可以分別執著 像有些人說 自己看破放下 那我們試試看 你現在將自己銀行的錢全部布施出來 不是布施一點點 全部的錢都要布施出來 給社會行不行呢? 你的房子給那些路邊的乞丐 甚至給你的仇人來住 可不可以呢? 不分別不執著嘛 這樣子就不分別不執著了 你看像有名的德雷莎修女 聽說她30歲的時候在學校學習 但是那個時候 巴基斯坦跟印度內戰 突然冒出來很多的難民 生活太糟 所以這個傳染病 禍亂 麻風病特別的嚴重 遺傳就是不受控制 結果 德雷莎修女就發心 離開自己的學校 主動去幫助那些窮人 病人 沒有工錢 那就不用講了 她還可能會得到這個傳染病 甚至為了幫助那些人 自己去當乞丐來乞討 各位 如果是你的話 你可以嗎? 離開自己舒服的生活 就算自己沒有能力 還要乞討幫助別人 今天不要講到這麼難 有時候我們為了自己的生活 連一點的時間 金錢都拿不出來 你還講什麼看過放下的? 更何況 這些都還不是佛菩薩真正的境界 因為佛菩薩甚至可以為了救了一隻小鳥 割掉自己身上的肉 為了流通佛法 用自己的血 來寫書 所以要走這樣子的修行 註定你就要犧牲一切的 你有家庭了 可能你準備要離婚了 有錢了 準備要破產了 有命了 準備要丟命了 講看過放下 不分別 不執著 就是像這樣子的 不是說你學佛的時候才不分別 然後平常的時候就換另外一個態度 不是的 是始終如意的 那請問各位 我們行嗎? 一般人單單出家都不行了 你還講這麼多 上次我看到有些在家人講佛法的時候 講到天花亂墜的 結果單單出家 連出都不敢出 還講到在家也可以修行 走大修行 出家人都做不到啦 更何況捨不得世間的在家人 不懂的人聽到你這些話 給你鼓掌咯 好厲害喔 師父 上師 老師的 懂的人一聽 就覺得這是很好笑了 好像一隻牛要飛一樣 各位 你聽得懂嗎? 什麼叫做牛可以要飛啊? 請問牛可以飛嗎? 牛那裡可以飛呢? 所以如果一隻牛要飛的話 你叫什麼呢? 牛要飛要叫什麼? 叫不自量力 道綽大師說 我們這個時代的眾生 還要靠自己修行 斷煩惱 成就 真的是不自量力了 有些人聽了 可能不舒服啦 不服氣啦 師父 你說我做不到 我偏偏做給你看 回去 就是離婚 出家了 我家我所有寫到都不思出去 我就寫好遺囑 準備要犧牲了 我就做給你看 其實 如果說有這種賭氣的念頭 基本上是註定做不到了 因為你要走看播放下 無相理念 就是要無我的 那自己的我值這麼重 還在意面子 怎麼能做得到呢? 而且還不如法 因為講到佛法 要竊理竊跡 就是說 除了符合佛法 也要看自己是不是那個根基 像剛才所講的 今天如果說自己是一隻牛 你就好好吃草耕田就行了 如果你是一隻牛 還要想學飛 那就不對了 因為不管牛怎麼努力 它始終是不能飛的 所以印光大師也說過 若伯地凡夫 望你效果量聖人所行之法 則必至著魔退道 這個意思就是說 凡夫 它是不可以隨便模仿佛菩薩的境界的 雖然佛菩薩的行為 發心都很好 但是 如果身為一個凡夫 隨便冒冒然的模仿 不但你會得不到利益 反而你還會受傷 就像剛才所講的 一隻牛 還要學小鳥飛 它從山上跳下來 不但飛不起 反而會摔死 所以像古時候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 他喜歡學人家走路 有些人聽說 另外一個城市的人走路很優美 很漂亮 結果 他就跑去那個城市跟人家學走路 但是很奇怪 他去了那個城市回來 竟然是爬在地上回來的 但是就問 你不是去學人家走路嗎? 怎麼現在爬著回來呢? 他就說 我的確是去學人家走路的 人家確實很會走 也走得非常地漂亮 但是我就學不會啊 學來學去就學不會 沒有想到 到最後我竟然忘了 我本來是怎麼走路的 他學人家 反而忘記原本自己走路的方法 所以現在只好自己爬回來了 這是古代很有名的故事 邯郸學步 就學人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結果到最後你變得視不像 所以像我們現在有些人學佛 由於沒有竊理竊跡 學學都不是自己根基的佛法 沒有看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根基 在什麼時代 你在什麼姻緣 就要聽到別人講說要看過方向 要不分別 不執著 就一股勁的去修 全部財產都給別人了 工作也不做 跑去修行了 搞到最後 自己身旁的人都很排斥 自己也感到很受傷 哎呀 怎麼我學佛這麼虔誠的還這樣 還怪佛法不靈的都有 其實都是因為不竊跡 佛法是佛法 很竊理 沒有抓 但是不竊跡 不是符合我們的根基 就好像你教女娃去學非一樣 結果你就搞砸了 像之前 有一個外來的佛友 就傳來一個訊息給我 他是從來沒有來過我們道場的 他說 他聽別人講 如果一個人可以三年不講話的念佛的話 三年之內 一定可以往生淨土 所以聽了以後 馬上辭職 用自己的儲蓄 拿來用 讓自己閉關 念佛 結果半年以後 錢花完了 就出來繼續找工作 工作的時候又擔心說 哎呀 我自己都沒有閉關三年 那不能成就 所以一邊工作 一邊擔心很苦悶 心不在焉的工作 那好不容易又存到一筆錢了 結果聽到人家說 現在修什麼三昧的很好 你知道幾十天的閉關 一定搞定了 結果又再辭職 要去閉關 我想 如果是要爸爸媽媽的話 一定把他掐死的 結果又過了幾個月 他錢又完了 又再出來工作 最後一次聽到人家說 只要三天不吃不喝的念佛 那肯定成功 就去模仿 三天真的不吃不喝 成就倒是沒有 反而體重降了下來 精神散亂 到最後連佛號都念不下去了 所以印光納士說 凡夫亂模仿 就是為這樣子的結果 這種叫不切記 像古人所講的 你化老虎不成功 反而變成了一隻狗 佛菩薩是可以有這樣子的境界的 像釋迦摩尼佛 他可以捨棄一切來救度眾生 但是各位 人家是偉大的釋迦摩尼佛啊 人家是可以如如不動 可以發大慈悲心 可以看破方向 可以捨棄一切救度眾生的 釋迦摩尼佛走上這條路 就算他被全世界的人罵他都不要緊的 就算他的家族 釋迦族被滅掉了 他還是會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們行嗎? 如果我們身旁沒有人支持的話 你到底還能行不行的啊? 被自己家人責罵了 被自己家人的遺棄了 你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呢? 更進一步說 你錢花完了 你會不會亂? 以現代的社會來說 沒有錢幾乎都亂套一大半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遇到一些學佛以後 就變得不大正常的 講的話 想的東西 不要講是外人啊 因為我們法師聽了都感覺到有點不大正常 像剛才這寫信給我的佛幼 我從文字就感覺怪怪的 就感覺他有一股很焦慮 很不安 是講的不好聽 好像有點神經兮兮的 這就是遇到不切記的佛法 像我們看到 如果說有些人 突然表現得不大正常 我們往會跟他開玩笑的說 你今天是不是吃錯藥了 是不是? 是啊 有些學佛不正常 就是吃錯藥 選錯佛法了 把那些佛菩薩進階的修行套在自己的身上 都看不到自己是凡夫 像有些人明明遇到這麼簡單的念佛法門 還這樣 為什麼? 就是因為要把其他法門的道理混進來了 所以本來很普通 平凡的念佛法門 就變得這樣子不正常 你看 像不吃不喝的念佛 閉關念佛 請問佛有這樣子規定嗎? 佛有沒有說 你沒有這樣子做就不能往生淨土了? 都沒有啊 反而說 無逆十二 最後念其身佛也可以成就 今天 如果說你一定要規定要閉關 不吃不喝 念佛才能夠成功的話 那現在全世界很多人 99%的人肯定沒有資格念佛了 連出家人可能都沒有這樣子的因緣可以閉關 那各爾化是有工作的在家人 結果你還規定說 一定要閉關念佛 沒有閉關的不能往生 很難往生 那這樣子 阿彌陀佛的大門就變得很窄了 沒有說 你閉關不好 只是說 你不能講說沒有閉關的就不行 因為阿彌陀佛沒有這樣子的規定 阿彌陀佛反而說 上 中 下 根 氣 因緣的人只要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行 十方眾生都可以得度 那這樣子的話 不只是大菩薩 連普通人要上班工作的人也可以 甚至三二道的眾生也可以 也是在阿彌陀佛這個救度攝取當中 所以古大德常常說的 要敦倫敬憤 也有說 誰做物 誰念佛 那我們的師父解釋得更白話簡單 師父就說 你就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好好念佛 不是說 不吃飯 不睡覺 然後亂加一大堆來念佛的 就生活照顧好 過得去 在生活當中的念佛 這樣子就行了 而且你這樣子的話 還能夠殊生的成就 因為這是切理切基了 符合阿彌陀佛的願力 也符合我們的根基 像吳毅大師說過這樣子的故事 當時他說 寺院裡面有一位叫做十相法師的人 他是到了中年 50多歲才來出家的 他不是小時候出家 也不是年輕 而是中年 就不是太年輕的 就對了 那以前出家人是很不容易的 要砍柴 要燒水 要煮飯 要種菜 種種的 因為古時候並沒有像我們現在這種這麼方便的 所以 以前的出家人並不是說什麼都不做 然後自己經經一個人進修的 都是要做這些事情 那做事怎麼修行呢? 如果其他法門來說 就不容易了 因為其他法門還要讀經 誦經 拜禪 種種的 但是念佛就不一樣 就依據南無阿彌陀佛 在生活當中念佛就行了 但是十相法師就是這樣子念佛的 他誰做我 誰念佛 在生活做事當中就可以念 其實能夠不妨礙我們在世間做事的法門 就只有這個念佛法門 就算有事情忙 不能念的時候 但是做完事 像走路吃飯 整理自己生活的時候 你可以念啊 十相法師就是這樣 那到最後有一天 十相法師告訴身旁比較熟悉的人 跟他說 阿彌陀佛明天要來接我了 所以我先跟你道別 那隔天 十相法師洗好澡 請人家幫他剃好頭髮 結果頭髮還沒有剃完 他就往生極樂世界了 這個就厲害了 頭髮剃到一半 坐在椅子上 就往生了 可以說是一種欲知實至 身無病苦的 再厲害修行的人 其實也只有這種程度而已 但是這個就出現在這位半路出家 而且只會念佛人的身上 他沒有做什麼禪修 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也沒有辦法深入經障 因為當時還要做事情 可能深入經障還看不懂 就只是在做事當中的念佛度過每一天 但是最後就是自在往生了 往往這樣子的利益都會出現在這些簡單的念佛人身上 不要講這種出家人 連我們平常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婦 每天在家裡做家務念佛的 都會有這種情況 反正那些裝得很聰明的 大道理講得一大堆的 不肯這樣子簡單念佛的 反正罵都還比不上這些人 還有一位冬瓜和尚也是這樣 他叫冬瓜和尚 是一位他喜歡吃冬瓜而來的 那這位法師整天吃冬瓜 所以大家叫他冬瓜和尚 但是這位法師他就是有點奇怪 因為常常就去菜市場逛街買菜的 人家都不知道他在做些什麼 怎麼出家人這樣子的 那有一天 冬瓜和尚就跟一個法師說 他下個月6號 阿彌陀佛要來接我到極樂世界了 你來送我一成行嗎? 但是他那位法師聽了也不大相信 他說一成就喜歡逛菜市場買菜 喜歡吃冬瓜的人 阿彌陀佛也來接應啊 雖然不大相信 但是既然是同門的師兄弟 大家住在一起 就先答應 先把時間 下個月6號先記錄下來 那到了那一天 那位法師就來找這位冬瓜和尚 冬瓜和尚看到他就問 哎呀 你怎麼今天過來的呢? 哇 那位法師聽了 可能差一點都氣死了 你不是說今天說阿彌陀佛要來接你嗎? 你叫我來送你的 你怎麼忘記了呢? 冬瓜和尚這時候笑笑就說 哎呀 對對對 我都忘記了 我先準備一下 說完 他就去洗澡準備 那往生前 冬瓜和尚就說了一首祭語 就這裡所寫的 終日走皆訪 心中念佛盲 世人都不是別有一天堂 這首祭語是講到我冬瓜和尚 雖然常常逛街買菜 但是我其實是一直有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別人是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麼 還以為我沒有修行 只會吃冬瓜 確實我也沒有什麼修行啊 因為這不像一般人的修法嘛 但是 我有在忙碌的生活當中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所以最後 阿彌陀佛來迎接我到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他說完 就念佛往生了 所以我們這個念佛法文 就是這麼好 你看 就算你忘記了時間 但是阿彌陀佛永遠不會忘 阿彌陀佛不會忘記我們就行了 這也是誰做誰念佛的模範例子 你看 這兩位都是平凡人 他們不像什麼大祖師 弘法立生 也不是修什麼苦修 什麼不吃不喝 讓人家很驚奇的 這些都沒有 就沒有我們像一般人以為那種驚天動地的行為 一個是在寺院打掃做事 一個是出外買菜 就是生活當中念佛 自然平凡的成就 講自然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造作 他們並沒有說 哎呀 我要三天往生 我要三年往生 這些都是不自然的 自然 你就隨著阿彌陀佛的願力 什麼時候說 阿彌陀佛說 壽命到什麼時候走 自然的 那講平凡 就是普普通通的念佛 見佛往生 不是說要看到什麼範光 天怨明空 這些其實都有一點不大平凡 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念佛 平凡 見佛往生 沒有什麼特別的瑞相 就是平平凡凡的這樣子往生淨土 像之前 我們有一位女眾法師也是這樣 這位法師在家的時候 本來是在道場當義工的 結果過後當道義工 就在道場出家了 好 那法師往生的時候 其實也才出家沒有幾年 最後也是因為生病的 那法師一直是有在念佛 對阿彌陀佛有依靠 他一輩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念佛 往生到阿彌陀佛最美好的極樂世界 那最後 這個正好是滿他的願 他特別的是 本來一直生病的時候 他一直是有病苦的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這法師跟我們說 他是感到非常舒服了 一直以來 病苦的症狀 最後要往生的時候反而消失了 法師在往生前一天就寫好遺囑 他的遺囑很簡單 就寫行字 沒有交代什麼 就希望說一切簡單就好 甚至沒有寫說要怎麼樣的祝念 沒有說要叫幾個人來念佛啦 要怎麼做啦 這些都沒有講 就寫說自己想要念佛 靜靜等待阿彌陀佛來接應而已 不像現代的人寫遺囑還要寫一大堆 有些學樂佛還要交代自己生後事要弄啊 家人看他衣著都看不懂到底要弄什麼 但是這位法師就什麼都沒有 就寫行字 就說 等阿彌陀佛來接應就行 其他什麼樣都好 那在往生當天早上 法師從昏迷當中醒了過來 他就告訴身旁的人 當時身旁有一位法師陪著他 法師就跟他說 我要往生了 身旁這位記錄下來最後一段話 當時就看到這位法師非常地安心 而且人還微笑 還說 現在他感到非常地舒服 他說了幾次 那這種是裝不出來的 因為我們講的 如果真的有病苦的話 怎麼能夠裝成沒有病苦呢? 如果你不想進去醫院 你就知道了 就像有些人強硬要裝 但是臉部的表情裝不出來的 因為這些生命的時候 法師他是有很多的不舒服的 當時呼吸困難 胸口 悶 種種的 當時病苦的時候都是這樣 但是很奇怪 到最後的時候反而都沒有了 這些症狀都沒有了 反而那時候很舒服了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治療了 但是就是這樣 這大概就是我們講的佛力加持了 本來人家請這個法師說的 最後你是不是要多說幾句話啊? 要往生的人不是要多講話的嗎? 但法師說 他不說了 不說了 就念佛等阿彌陀佛來接的就好 結果40分鐘以後 他就這樣子安然往生了 這種 各位 就是平反自然的往生 真正的念佛人 大概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不像現在有些人說 講要往生 還要用錄音機來錄影 還要對錄音機講話講一大堆的 當時我看到這些 現在有些人做的往生錄影片 都不知道這個人是要在演講的 還是要往生淨土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註念 是不念佛 反而要講話講一大堆的 所以現代人他就喜歡亂亂搞 單純的念佛又不要 好 像剛才我們講的那位女眾法師 其實最後她也沒有要求說要註念的 此時師兄弟之間互相的照顧 就留下來陪她而已 就因為法師拿著念佛機陪她念佛等阿彌陀佛來 本來你還要讓她講話講多一點 結果法師說她不要說了 念佛等佛來就好 一下子安心自在 就這樣子往生了 身旁的法師就記錄下來讓我們知道 如果比起外面一般看到的註念 可能就不大一樣了 像我住家之前 在外面曾經參加過所謂的註念活動 哇 那些註念活動都是心思動眾 大排場 穿海青 納法器 講好聽是叫做隆重啊 講的不好聽 好像要打戰一樣 好像大排旦要來了 而且那個人還一直提醒她說 你要正念啊 你要正念啊 你沒有正念 地獄的就來了 哇 我聽到的時候都不知道 這是在嚇人 還是在安慰人啊 你看佛在觀經說的 種種安慰 微縮妙法 教令念佛 那你這種口氣講法怎麼叫做安慰呢? 怎麼叫做妙法呢? 聽起來比較像是大師不妙吧? 弄得太過分 搞到好像阿彌陀佛完全都沒有力量一樣 是那種輕鬆念佛等阿彌陀佛來的那一種 像剛才講的幾個例子 包括最近我們看到身旁的這位法師 他們就是很簡單輕鬆地念佛的那一種 現在有念佛記 就開著念佛記聽這佛號 等阿彌陀佛來也行 當時這位法師還很輕鬆 笑笑地說 哎呀 很舒服啦 要去極樂世界啦 身旁的人也跟他說 我們就念佛 慢慢等阿彌陀佛來就好 各位看看 講等阿彌陀佛來 這句話是多好聽 多安慰啊 因為等阿彌陀佛來就代表說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 我們只是等而已啊 不是那一種啊 正念啊 正念啊 你這種講法喊法 就讓人家感覺阿彌陀佛不會來啊 如果今天我是躺在那裡 聽到人家講這種話 我也是會很緊張啊 還不如旁邊的人笑笑說 哎呀 我們就念佛 等阿彌陀佛來就是... 各位啊 能夠在面對生時 還輕鬆安心的又有多少位呢? 誰能夠做得到呢? 什麼都可以作假 就死亡這些事情作假不了的 這就是對阿彌陀佛無條件救度有安心 有依靠 才有辦法這樣子的安心 就要像回家一樣 回家就是很輕鬆自然的 除非他不知道阿彌陀佛是可以救他 他把極樂世界當作是外人的 那這種肯定就是很緊張 不會這樣子安心輕鬆的 這些念佛法門 就是要這樣子簡單輕鬆念佛靠福利 不要以為說這樣子簡單的念佛不好 在阿彌陀佛的法門 反而是越簡單越好的 你看英光大師說的 越簡越妙 其他法門或許越複雜越好 因為我們修六度晚行嘛 但念佛法門就是越簡單越好 因為我們就是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可以看到 往往那些最後能夠走得好的 就是這樣子簡單平凡念佛的 所以《阿彌陀經》才說 有世界名為極樂 有佛號阿彌陀 念佛法門就是要這麼簡單 不要這麼複雜 畢竟念佛法門是阿彌陀佛已經完成的誓願 你看《阿彌陀經》裡面講的有 就是告訴我們說 它已經完成了 佛號的功德已經完成了 極樂世界已經圓滿成就了 所以我們只要念佛接受就行 不用再東搞西搞的 各位 接受東西是很難很複雜的嗎? 哪裡會複雜呢? 我們講接受禮物是最開心的 是不是? 因為那是無條件的嗎? 就是簡單 輕鬆 容易說聲謝謝就好 所以現在 阿彌陀佛念佛 既然已經把現成的佛號 現成的極樂世界送給我們 那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接受就是 至於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往生淨土 那你可以在平常生活當中 為阿彌陀佛做一些事情 雖然說 我們不能模仿像佛菩薩一樣犧牲一切 但是在我們自己有多餘的能力 為阿彌陀佛做事倒是可以的 你看 像上次我說的 出家出錢 出利出息嘛 看看自己能夠出什麼 道場舉辦活動 不管是現場的 還是現在疫情 網絡的 大家都可以參加出息 有多餘的能力 就出錢出利 出錢就護持道場 讓道場可以讓更多人得度 那出利就當義工 為法門做事 做阿彌陀佛手腳嘛 那進一步能夠出家的更好啦 你看 像剛才那位法師 就是在我們道場當義工 一下子就剃肚了 我這樣講 大家可能又擔心了 蛤 師父 當義工是要出家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 講出家結婚 他又不擔心 講出家又擔心 搞什麼鬼呢 是不是? 也沒有說一定要出家啦 不得出的 你當義工也很好嘛 反正 我們每天就是念佛 自信教人性 給人家介紹念佛就是 最後一起往生到極樂世界 就圓滿了 這一生雖然很平凡 但是到了極樂世界 可以成佛 那真的是平凡當中的不平凡了 不要說今天道場過來 這一生很不平凡 講話驚天動地 結果輪迴過後變成一隻豬 那就慘了 各位 今天如果說不往生淨土 現在是多羅三二道的機率太大了 因為當然我們這一杯吃過的肉 你想想看有多少呢? 那些都不用還啊 你借錢都要還啊 更換你吃人家的肉 到了極樂世界才真正不用還啊 因為你看佛說的 極樂世界是無有眾福但受諸樂 就我們之前傷害過的眾生 我們一到了極樂世界 就可以因為阿彌陀佛的加持力 讓他們也可以得度了 我們可以到極樂世界成佛 他們也可以到極樂世界成佛 一切都圓滿得度 這才是真正的大圓滿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